中華流星王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剛剛跟各位聊到燕窩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了燕窩達人 最美麗的我們的營運長 也就是廣聲堂的王靜美營運長 Hello 親愛的妳好 Hello 秀媛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每次看到妳的時候 我都覺得妳神采奕奕 真的精神非常好 但是聽說妳剛搬完家 搬了好幾天怎麼還這麼美啊 這個是燕窩的功勞 燕窩的功勞 其實是真的 耗體力的時候真的要對自己的身體 然後這個免疫力抵抗力 都要加強一下 我剛剛在跟大家聊天的時候 我這次去香港 然後妳知道香港很多中餐廳裡面 連那個鴨翅雞翅裡面 都包了滿滿的燕窩 香港人非常喜歡吃燕窩 雞包翅啦 對 雞包翅啦 這個叫雞包翅 超級好吃 而且裡面的燕窩真的超大 但是老實說 其實在香港吃有點貴 可是香港人真的超級愛 而且他們真的不管價錢 就覺得真的一定要吃起來 第一個好吃 第二個是對身體絕對有幫助 而且美容養顏 主要燕窩大家都知道美容養顏 那當然吃起來很好吃 但是其實它的效益 其實不是只是好吃 內在外在都可以有 它可厲害 因為燕窩來講 其實你看最近比較 比較今天 尤其是今天有沒有 看到了新聞好恐怖喔對不對 又來了 對而且現在那個大陸已經開始又開始方艙啊這樣 而且跟大家講說你的免疫系統弱的人真的要特別小心 然後要戴口罩 然後又要關心呼吸道了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常常跑你都沒有在擔心這些 你的抵抗力很強 對不對 很強欸其實這個疫情我也沒有中過 這第一個 再來 其實我有曾經應該四到五次都是隔天染疫的人前一天跟我做三四個小時在我旁邊 可不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抗體這件事情 是要認真養成在平常任何一個時期 那當然有新的病毒來的時候 其實要更加的去注意它 就我們剛才講說這個燕窩的效益 其實燕窩裡面的脫育酸是非常厲害的一個 應該說成分也好 或是對人體的幫助也好 它其實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其實也是在想說 在借今天這個機會 因為最近的這個新聞真的都嚇到大家了 然後你就覺得好恐怖喔 現在尤其是小朋友也蠻嚴重的對吧 很嚴重啊 其實你知道嗎 秀恩姐 其實燕窩是所有蛋白質類 大家都知道如果說要抗體也好 我們要攝取大量的蛋白質 那燕窩的蛋白質是營養密度很高 而且它第一個 為什麼燕窩吃一點點它就很有效 因為它不會被我們的腸道所降解 脫育酸它是不會被降解 這不是我發明 這是專家 這個是有文獻的 然後有確定的這些紀錄的 對 我們人體中的消化酶會把很多營養把它分解掉 降解掉 但是燕窩它不會 這第一個是燕窩很厲害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說它可以阻止我們病毒裡面的維生菌 所以它可以有抗病毒的效果 而且我還想跟你說的是 你看最近其實不是大家都是在那個疫情前段前後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忙起來打疫苗 對 就現在這幾年大家發現後遺症 就是你會覺得奇怪打完以後皮膚容易癢 然後可能有呼吸不順 可能有就是長新冠的這種部分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 因為那個疫苗其實都是毒 如果我們可以真的不要把那麼多毒素放到我們身體裡面 我們其實是可以透過這個食療 應該算是這樣吧食補或食療的方式 來讓我們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加強 其實我們一般可能民眾比較不知道 想說燕窩吃漂亮 事實上它裡面的脫育酸 我們人體如果說脫育酸比較少 它其實會讓我們新陳代謝的 新陳代謝的那個血球的壽命變斷 換一個角度就是說人體的脫育酸的濃度如果夠 它可以防止我們細胞的表皮的脫育酸脫落 換一個角度說那它也可以研化我們細胞的老化 然後增加我們的抵抗力也延長壽命 所以其實以我 我講真的這三年疫情下來 我個人因為我就有三四次真的應該有四次 差一點差一點 就是因為旁邊都坐的這是危險人群 因為你吃個飯 有時候他隔天就傳兩條線給你看了 說姐你有沒有事 然後我就說我好像鼻子有點痛 可是我都沒事 那我自己個人的認知裡面我經驗是這樣 第一當然你要睡很飽 不是說那你吃燕窩你就會怎麼樣 不是當然你第一個我們營養要夠 那一定要睡睡的好 如果你這兩樣都有做到 然後又有規律性的運動 基本上我真的我真覺得 那個抗體其實就OK 你有試過你就知道說 我有事 而且我其實是從認識了營運長以後 我媽媽也很認真的就給他 因為我真的很怕90歲的老太太 他要是碰到一點什麼事 然後他平常會打麻將 又會接觸 所以現在我真的非常感謝 就是平常給我們這麼多重要的資訊 那我們待會繼續好好的聊一聊 其實這個好處呢 不只是只有美容養顏 跟剛剛說到這一些 這個後續的強大力 我們待會可以跟大家來聊聊 最重要它又好吃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聽聽吳文芳的 用心盡在其中 馬上回來 中文雷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我們 廣升堂最美營運長 也就是王靖美營運長 跟我們一起來聊一聊 其實在最近又開始有一波新的病毒入侵 讓大家真的很緊張 但是我們其實不鼓勵大家吃各種藥 打各種這種疫苗什麼 因為終究它不是你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身體上的排斥 或者是也許你不適應等等 體質不同 但是你們家是從小 你就是這個中醫家族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個中醫部分 其實就很喜歡食療跟養生 而且是長時間的 對吧 在我這樣看來 尤其是你看我創業的時候 就已經過幾年就經歷過SARS 然後20年後又經歷過這個新冠 所以應該說從年輕看到我 我都到這個年紀年過半百了 是不是你們在96年的時候就成立了嘛 你看2003年就SARS了 那時候還很年輕都還搞不懂 但現在其實這樣一路看來 而且我看到我的客戶的狀況 我還是覺得我們人類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生存能力 我們的免疫這個東西 其實剩餘任何一種藥物 這是我在這兩次的疫情我所看到的 那當然以中醫中藥來講 其實有很多 你看SARS的時候也有很多的中藥材 其實是很有效的 那這些東西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最好 對不對 就是我們說我們身體的抗體是天然 另外就是像這些中藥材類的 其實它有一定的效益 而且它對身體的傷害會比較小 對 不但是對身體沒有傷害之外 而且它還可以有保健的作用 各方面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講到保健 其實就是平常的生活的養生 然後但是一定要求你說 你不能說每天我吃燕窩 但是我其實晚上不睡 然後就是熬夜 說各方面這些事情也不行 因為你不能用力的折磨你的身體 對 所以其實我上次跟你聊到 就是說你說你們其實用的燕窩都是非常好 而且你們有專門的一個乾淨的海島燕窩 對吧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然後你的邊角料也不是浪費 你就會讓大家其實可以把睡眠品質調整得更好 對嗎 對 其實我們這幾年除了燕窩 我們花了很多精神研究 我現在講我們的琵琶糕就一個琵琶糕就好 你剛剛還在吃我也要一個 對啊 我們你看 現在就吃起來對不對 新冠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專家跟大學教授都有公開來提出說 琵琶糕有哪一些中藥材成分其實對於幫助是很大的 你看我們琵琶糕裡面其實就好幾個成分 我們裡面本來就有 而且好好吃喔 對 那另外就是說像剛剛秀仁姐提到的睡眠 比如說要睡得好 其實台灣人吃安眠藥世界有名 我 但是事實上 我是很有貢獻的 對啊 事實上我們台灣本地的 比如說黑芝麻萃取的芝麻樹 對 糙米去萃的福安酸Gava 這些東西其實對於睡眠幫助就已經很好了 所以你自己也有在攝取像這些保健的部分對不對 我也攝取 而且我們其實這應該說近四五年來 其實我們因為很多聽眾朋友對廣生堂不陌生 哎呀真的赫赫有名 沒有沒有 因為你們在這個各大的百貨專櫃 各地都有 而且都是精華極端 所以你其實你真的我們常常講說 內窩你要買你絕對要找老品牌老字號 然後你要可以這個就是有口碑 這是最重要 要不是那麼貴的東西 你亂買怎麼行 對 我們除了這個 我們還有燕窩萃取是拿非常多專利的 世界的專利啊 台灣的發明專利拿很多專利 那這幾年其實我們也很致力於在研究 把我們在地的一些食材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糙米啊 那個芝麻 把它做濃縮萃取以後 然後取它的活性 然後來當作營養保健品 補充這個成分讓我們 比如說像剛剛秀恩姐提到的睡眠 那睡眠其實芝麻素大家都對它很熟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芝麻素只用上面一層白白的那一層 對 然後裡面的油是不用的 裡面的油不能用 所以它要萃取芝麻素 它要萃取而且要很高的濃度 然後大量的去保有它的活性 所以你們這些廠 你們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的作業對不對 是啊 我自己有廠啊 對啊 我們有研發團隊 然後有自己的萃取廠 我們有萃取的生產線 就是你完全可以品質把控 對 然後也有噴霧照例 在我廠內就可以直接萃完拉過去直接造粉啊 我先說一下我剛剛吃完這個琵琶糕以後 我就覺得現在整個喉嚨好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涼涼的 然後整個口腔都是那種甜甜的 但是因為它不是糖精的關係 所以它沒有那個反酸的那種味道 它是蜂蜜啊 對啊 因為你知道其實你如果是用糖 或者是用這些東西 你整個嘴巴吃完以後馬上就酸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很順 而且現在講話就感覺中氣十足 秀人姐很厲害啊 其實我們琵琶糕 我是自己要來吃的 你知道嗎 台灣唯一 應該如果我沒記錯 唯一不放糖放蜂蜜的燕窩皮吧 就我們家耶 你知道嗎 成本高耶 全部都是用蜂蜜 但我告訴你 其實你這樣的投資喔 真的是值得 因為你的客人給你的反饋 你真的覺得很感動對不對 對 我其實一直以來我都知道 廣商也就是那個金美營運長呢 他自己本來就是 你知道中醫是這個家族的 這個一直延續 然後他自己堅持就是一輩子 只做一件事情 然後做到好做到精 然後這個市場就是你的 而且你重要的是你不是賺錢 你是賺友誼跟賺信賴 我覺得那個性慾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生慾嘛 對 應該這樣講 商人說我不是為了賺錢 有點害羞啦 但是我認為先把事情做好 那你的錢就後面會來 沒錯沒錯 無所謂先好 讓消費者知道你哪裡好 後面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你才有辦法繼續再研發 當然當然本來其實就是很多事情要有成本 那成本的考量之外一定要有營修 不然做這些事情其實真的會很累 還有這麼多員工要養嘛 你知道嗎 這疫情中藥是不是飆漲 飆的一套火 你知道我原來去買那個就是 清冠一號對不對 他還沒有說他是可以供訂價 所以我買去藥房配50塊 然後等到我那個他公佈了以後250 而且250還是一小瓶 我以前50塊可以煮一大鍋 你知道秀恩姐 我們這三年我們的琵琶糕類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漲過價 真的嗎 我就撐住我們有很多的 就是我經歷過SARS 所以疫情一來我馬上就囤貨 我不騙你我們必須是打開東西 就衝出來那種 是吧因為我也開始囤貨了 所以我就其實都不用買 我就之前的那個價格 然後我們再加上有朋友價 但是如果說我們的聽眾朋友 你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每一年都有一次的機會 我們上次有聊過嘛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兒還有20秒的時間 我們還可以再讓營運長跟大家聊一聊 其實除了這些部分 你知道像我前一段時間扭到腳 然後我的膝蓋就腫了很久 然後我就求救 後來這個就是營運長就跟我講說 你吃這個吃這個 待會兒到底吃了什麼呢 我們馬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真的很有幫助 馬上回來 中央流行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我們今天 特別邀請最美營運長 就是廣聲堂的王金美營運長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它的保養秘訣 還有現在呢 這個來勢洶洶的各地的病毒 我覺得世界快要毀滅了 感覺超可怕 怎麼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 而且越來越密集對不對 以前你看它03年到現在20年 至少它還有個十年左右 十幾年的時間 但現在你看20年到現在 然後中間提供它一年 變種 是不是越來越恐怖了 而且沒有特效藥 它會不斷的變種 那你說特效藥 這個解決了以後 下一個病毒又變種又來 其實我們從清冠這兩三年來 都是這樣 所以唯一可以救的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就只有把自己老天送給我們的免疫系統 照顧好 對嗎 那平常你都是怎麼保養的 我其實很簡單 你看你也很忙啊 你說你這幾天在那個搬家 新家 然後搞的人要麻煩 但我看氣色挺好的 小皮膚也挺好的 眼睛還發亮呢 我都覺得真的老了不能搬家 好恐怖好累喔 天啊 但是還好就是睡一覺起來 就覺得精神又回來 當然會覺得疲勞 當下 當下 因為站整天 從早七八點一直弄到十一二點 好不好 我們也差不多五十歲的朋友 上下的朋友 真的體能就會衰弱 這是自然的 對不對 但如果說你其實可以就是 用心保持你的身體的機能活化的時候 其實你要恢復是很快的 我都是這樣 比如說好吧 那如果像搬家會勞累嘛 比如說筋骨 比如說腰肯會痛 你站一整天 這把年紀的從早上七八點站到十二點 晚上都站得很少做 除了吃飯 當然你可能會腰痛 那我就當天我們產品我就吃多一點 可能平常吃兩顆就吃個六顆 隔天起來腰就好 是不是 就有感覺 然後我前一段時間我也覺得 就是腿的問題嘛 然後我不是就問了你了嗎 然後就一命了 但我想反正就是我們這個年紀 尤其是我一天到晚上山下海 爬山爬來爬去的 所以我真的自己也覺得保養越來越重要 年輕的時候不覺得喔 所以年輕朋友 你們現在在聽我們的時候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田 從現在就開始保養 30歲就要開始了 我覺得是耶 而且就是說如果說越早保養 像我個人 我應該是算很早就開始保養 那你會發現說當然第一個 我們體態啊狀況 你的整體的狀況 會維持在一個很好的水平 可是應該是說還是要回歸回來 就是說那你要這個保養時間 要持續性的 你可以攝取的少 但是你要規律性不斷攝取 就像我們吃飯啊 餐餐總要有嘛 對 那保養品的這種東西就是 不是只是臉上的保養 我們身體裡面的保養 其實比臉上更重要 我剛剛其實在廣告的時候 我一直在跟營運長聊說 我的朋友們 很多都是大富大貴的朋友 就長時間跟你們這個拿嘛 因為你其實是不限時間 反正就是我上次買了一大組以後 我就可以慢慢拿對不對 但我就在想說 可是有很多的小自主啊 那他買不起啊 然後結果他就說你亂講 我們也有評價的 真的 可以讓那個就是我們現在 其實在一般的上班族也有機會 而且可以滿愉快的 就是好好的保養自己的身體 我們現在其實很致力於 就是把我們燕窩萃取 因為我自己的生產線 我的工廠自己做 那麼我們很致力於 把我們所有的燕窩好的東西 添加到日常的保健品 那麼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 他的費用就相對要便宜 而且如果聽眾朋友有興趣上網看一下 你會發現說我們的定價策略 基本上跟人家不加厭惡的快藥價錢一樣 但是我們用的東西都是有研發的 而且濃度高的產品 而且你能做的到是因為你自己有廠 你是一條龍 所以你可以管控這個成本跟品質 對吧 沒有錯 就不必再經過中間的這些二層商人 三層商人的剝削 不能說剝削就利潤分掉 我們沒有這個 而且除了這個以外應該是說 有廠的競爭的優勢除了這個 我可以添加別人沒有辦法做到的濃度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買了別人的原料來 那你濃度是定量的 噴霧照例下去是不是就50%就不見了 你吃到的東西可能只有50% 但是我們不是耶 我們東西萃完了以後 我要照例我可以用我的燕窩 萃取的粉進去做混料照例 沒錯 換句話講別人用的是澱粉 用的是膳食纖維 可是我用的是燕窩粉 所以我們可以讓我們溶度到達90幾% 我們幾乎所有保健類的東西都超過9成 全部是濃度 等於說那些澱粉啊 膳食纖維大概只佔10%以下 而且要跟大家一起來解釋一下 說這個就是燕窩粉並不是不好的料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好的料 但是可能有一些碎掉的燕窩 不是 謝文姊它是怎麼樣 我們萃取完對不對 我們要求是指標濃度要夠 然後指標濃度夠了以後 我們用噴霧照例的方式 在我們工廠先把它跟我們的膳食纖維 裹在一起 它是不是變粉了 接著呢我的第二種原料 如果需要澱粉或是膳食纖維的時候 再拿這個進去包覆它 一層一層的來 那換句話講 如果你自己沒有藏你不肯這麼做 你做不到 如果你自己沒有燕窩這麼大量的料 你也做不到 沒錯 那對我而言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下角料 可以把它萃取完了以後 把它照例起來 沒錯 那我們就可以大量去使用 而且這些就是 所謂的下角料 其實可能就是邊邊等等 不是那麼完整的一盞的部分 但它仍然都是好東西 它就是指標成分 對啊 比如說我脫衣酸含量 我要到幾% 我們的原料 噴完了就是到那個濃度 就是我們在使用上面 它是有效益的 但是呢 它又不用太高的費用 對 因為你知道 其實平常大家都在選燕窩的時候 就說我要選那個裡面很濃稠的 然後一條一條要完整的 那你現在給我吃的粉 其實它的含量是一樣的 很高 更高一點 對 活性也很高 那我先請教一下 現在有那個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 什麼黃金啊 皇后啊這些的部分 對 我們差別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的上班族的好朋友們 小朋友們 比我們年輕很多了 對 我們要讓他有機會嗎 所以他們怎麼選 是 一般來講 比如說我們那種即時燕窩 像黃金 黃後 黃金是橘色的燕窩去做的 所以我們它做起來整罐就金黃色的 那黃後 黃後是沒有人的島 無人島出來的產區 你看它顏色不一樣 喔 真的耶 顏色有差耶 有啊 這是無人島的 那這個是那個金黃色 就橘色的燕窩 它清洗完以後煮起來 它顏色變金色的 有沒有 它顏色比較黃 但是都很濃郁耶 我們的都是倒不出來的 真的都倒不出來 好重 而且是你每一次都是提醒我說 一定要趁新鮮 不要捨不得吃 其實我真的跟大家講說 我以前呢 剛開始跟那個營運長認識的時候 然後我拿到燕窩以後 捨不得吃 那擺了一段時間以後呢 你就會發現其實都還能吃 可是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很浪費 為什麼不在最新鮮的時候 獲取最好的養分 所以隨時CD都可以補充嘛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繼續聊 中國雷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我們 廣升堂營運長王晉美帶來的 秋冬季節的告訴大家 養好體質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換季的時候 大家的體質都特別弱 但是我剛剛其實也特別請教了營運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廣告的時候 我們自己聊嘛 我們說要讓年輕朋友 也有機會碰到這些高檔的好東西 就是對自己身體有好處 但不造成負擔的 所以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年輕朋友想要 從這個營窩上面來滋補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選擇 應該說像剛剛我們有提到 是營展座的 可能他單價比較高 那我們也有破片座的濃縮的營窩 其實有很多孕婦媽媽 非常的接受度很高 濃縮了145的這個對不對 他這個就是我們皇后 就是沒有人的島嶼 的那個島產出來的東西 但是我們把破片的東西拿來做 可是我覺得他還是好飽滿 然後我仍然是倒不出來 但是價錢上就有差別了 會差蠻多的 然後可以讓年輕朋友 就從這裡開始入手 像有的媽媽 或是說有的就是 我真的有生病有不舒服 那預算考量的話 他選擇這個選擇是非常好的 真的真的 那另外一瓶就是 我們那一支會佔立的燕窩 就是那個橘色的那一支對不對 然後你說賣了三十萬 一年大概 今年應該會破三十萬瓶 一年出去的量 那這個其實是目前最廣為喜歡的 它就是燕窩的中心位置 切掉兩邊有沒有 最中間站好的那個 一條一條就很直 然後很漂亮的燕窩 這一支是 而且它是常溫的 帶了就走這樣子 那可是這樣不貴嗎 對年輕人朋友來講 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 你剛剛說他們可以選這個 對因為這樣講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我們公司的設定 它其實我們一分鐘可以做六十六罐 這個量可以到那麼大 因為它整體的生產的方式 效能比較強 所以這支是我們主打 就是我們廣告商品 就價格很讓它很 很平易進人很接地氣 對但是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一旦有吃過 很多都屌了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逢年過節的時候 平常的時候自己吃了 逢年過節的時候 你有一點預算的考量 但你又想孝順長輩 或者給最親愛的人一些好禮 這個其實也是蠻好的選擇 這個我們有一個包裝是十五錄 十五品 那個是我們所有禮盒賣的第一名好的 很難想像 而且年輕人很多對不對 對它單價一點都不高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就知道 那單價非常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對非常的親民 東西是很好的 就是驗展的中心部位去做的 而且是越南的 但我現在要問你一下 我們還有三分鐘 我們又要進廣告 然後今天就結束了 好快喔 那你剛剛說前幾年都沒有漲價 那明年會漲嗎 所以我要講過你 你現在要承諾一下吧 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就算有漲 不敢說 有漲也會很少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主樹會開不出來 這是很痛苦的 就是你要漲 可能以我們來講 我們會相當少微幅 像琵琶糕 那個藥材長成這樣 沒有辦法不漲 漲一點點 漲幾十塊一盒 可是呢 大主樹它就沒有了 沒有辦法那麼大 因為大主樹會平均單價很便宜 像我們最近 就是你上次來我們節目分享的 那個時候 那個是真的是千載難逢的 就是一年只有這麼一次 對不對 但明年還會有嗎 我們都很好奇 就是因為我有朋友在問說 他上次沒買到 是 我現在有情有義喔 我幫你問了 會很多會 大主樹會開不出來 我們會 因為我們公司是公開標價 你買多的時候 它的價格是什麼 很清楚的 那新的一年其實 它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 這一次其實到年底 十一十二月 百貨公司週年慶 我真不騙你 我們小姐說 搶瘋了是吧 琵琶糕買一兩百罐是怎樣 就這樣買啊 客人是這樣買的 而且他們有很多人 帶出國 對 那個量喔 而且有的就是 那我慢慢提貨這樣 就買很多 然後燕窩也是 那明年應該是說 就算會漲價 小幅微調 但是呢 大主樹可能會比較難開這樣子 所以就是 因為是 其實全球的經濟的變化啦 而且還有貨源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當然其實 真的很希望說 維持在一個很平穩的價格之面 可是大環境嘛 所以也不是一個人可以說了算 還有貨運啊這些部分 所以原則上 還有匯率 還有匯率 要命的就是那個匯率 對 現財幣跌成這樣 你看 真的真的真的 很傷耶 很傷 對不對 大初學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啦 第一個是因為其實這個 就是我們的營運長說 他的客戶 很多都是已經幾十年的老客戶了 然後大家在信任的這個成分之上面 然後又都懂得就是提早存貨 所以就不會太有價格上的變動 對吧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說真的有變動 也不會太大 讓有一些心想入手 或者是開始要嘗試的部分 像我們家小蜜 他就是開始 就前幾年呢就開始吃燕窩了 然後我現在發現人家那個歌喉真讚 皮膚真美 小臉蛋真可愛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是就是趁這個時候了 如果說大家其實真的要想認識一下 就你以前覺得咬不可其的東西 但是現在有個機會 然後讓大家就是有像金美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讓大家去 你不用擔心就先試試看 然後你覺得一下短時間的這個效果 覺得怎麼樣 其實是真的不是那個就是強銷 是跟你分享說如果有機會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我就是太晚試了好嗎 好我們現在有朋友在打電話 0225005566 這個是讓我們中廣小美女 把您的電話接起來 我們會轉給營運長這邊 然後再請她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你所想要知道的細節 今天真的很開心 但我覺得我們其實聊了這麼久 大家都還在打 沒關係我們那個會慢慢幫她 所以就是說其實真的 現在這個季節變換的部分 第一個是先從自己本身的抵抗力揚起 那有沒有特別的族群是需要的 年紀大一點的 我個人覺得年紀大是一定的 但是現在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也可以吃對不對 小朋友很多啊 現在都是小學生都生病就這樣 爸媽都急死了 我跟你講現在的阿嬤阿公還有爸媽 捨不得自己吃然後小孩子吃 買給小孩子吃了一大堆 那當然就是說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顧好 我們自己第一件事情 你才能照顧小的嘛 是 所以基本上當然年紀大了 還有那個如果正好有生病的人 其實這個在醫院也很容易被重複在傳染 要很小心因為空氣的問題 而且這種東西你不用擔心問說這個醫生說 我現在能不能吃我現在不能吃什麼東西 你放心的吃 他就是食物啊 對而且是營養食物 所以這個對大家來講其實是不用太擔心 尤其是現在小朋友在學校裡的感染太多了 然後門診急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就是可愛的這個爸爸媽媽們 為了你們的小朋友 這個時候肯一點捨一點 把你的分給小朋友多吃一點 尤其這段時間過渡期比較重要 那再一次謝謝營運長謝謝你的分享 今天還帶了漂亮女兒來耶 是啊 哎呀真的是太可愛 人家的那個日本的那種風情 非常就是日本的氣質很強大 也是天天吃營我長大 對沒錯 再一次謝謝你來 謝謝我們來聽聽梁靜汝的無條件為你 四點十二圈主持的美食來哈拉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